因为家人都不能谅解 一个儿子好好的 怎么被人家折腾了并怪他 后来啊 人生很多事情呢 就是理念一遍一下 你们知道我们电视有分那个角色 A咖有多少的你们知道 哪些是电视界的A咖 胡瓜是吗 张飞 我的学生吴冲线 历街 桃者 再来 还有谁 大S小S可以吧 蔡康永 春国城 再给一个凑十个 徐乃琳好 凑了十个 我凑了十个了 A咖已经超过十位对不对 我们电视界的怪咖有几只 你就不知道 台湾电视室的怪咖 贝勒露怪咖只有六只 三个公的 三个母的 我们现在说那三只母的好不好 哪三只 许纯美 卢花 惠慈 我也跟过一家 那三只公的呢 当然 Tony Chad 柯世海 董念台 那有的已经离开了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有的去关了 有的逃到大陆去了 是不是 哎 我告诉你 演艺圈的怪咖六只啊 五只都死掉了 为什么 这个不会再出现了 叫死掉了 要了解吗 哎呦 这怎么死的 会是什么就死的 我说死掉是他离开了 那为什么离开 因为没有经纪人 这样大家不了解 那现在六只怪咖还存在了 就这么一只 Tony Chan 所以我是硕博仅存了 而且大陆现在都好想看我 我大家可能不知道 哪天你们要嫁人 是不是 要结婚都是要找我 为什么要找我 我帮你主持婚礼 还有你请到他们去帮你主持婚礼 安排节目那里是有福报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啊 你请我帮你主持婚礼 第一个 我让你的那个费用不增加 收入double 这样值不值得 值得嘛 对不对 那时候老师费用怎么不增加呢 我告诉你 假设你要订一桌八千 你打电话给我 是不是 我帮你跟他们董事长讲 变成六千 那为什么变六千呢 因为我们迷信过去主持 会给他带记者去采访 要了解吗 记者才会把餐厅做宣传 所以这很值得嘛 对不对 然后你剩下那两千呢 对不对 老师要帮你主持 帮你起演示红星 你再起贴上有没有 我们这次婚礼 特别邀请台湾综艺之宝 Tommy Chen主持 带领影视红星 为大家做婚礼节目表演 那你想想看 有些人要报一千六给你 你知道吗 想说不好意思 人家请明星来表演 还给你double 三千二 有没有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 是不是 钱没有多花 但是礼金多搜一辈 这样好不好 这样是很好吗 就要跟Tommy Chen老师说 那我刚才讲这个政坛上呢 就是这个宁盛伟 因为我被定位的那个 就是比较被欺负了 如果讲话就是台湾阿信 这样了解吗 其实你们在电视看到 我们都是做电视效果 譬如说我录电视节目 我告诉你 吴忠倩一定会欺负我的 一定把我欺负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学生很多 我都一直教书嘛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我好多学生都有打发不平 Tommy Chen 老师 他吴忠倩怎么对你这样呢 他是你的学生呢 他怎么没打不打不打 我们要去抗议 我说拜托你千万不要抗议 我说为什么老师 他就欺负你 我说老师希望他欺负我 为什么 因为他不欺负我的话 我就像一棵树站在那儿 我会没镜头 有没有道理 是啊 他会欺负我对不对 我的镜头越多 啊镜头越多的话 我是赚到了 你知道吗 哇我是赚秒数耶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应该要谢谢献哥 啊所以拜托你不要去抗议 你们抗议我会没工作 对啊 因为如果Tommy Chen 像一个树那不比较我嘛 对不对 找林志玲还好了 谁要看树 要花嘛